辅助科技at是一个术语 描述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的辅助 适应性和附件设备 身心障碍者常常难以独立进行日常生活活动 ADL即使他们需要帮助也是如此 ADL是自我招呼活动 包括如测、运动、步行、进食、洗澡、穿衣、仪容和个人设备护理 辅助科技可以改善限制ADL能力的残疾的影响 帮助残疾人执行以前无法完成或极难完成的任务的辅助技术的一些例子包括 1.轮椅 轮椅为无法行走的人提供独立行动能力 2.喂食器 喂食器使那些无法自己进食的人能够独立进食 3.语音辨识软体 语音辨识软体可以让书写或打字有困难的人使用语音沟通 辅助科技at是一个术语 描述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的辅助 适应性和附件设备 身心障碍者常常难以独立进行日常生活活动 ADL即使他们需要帮助也是如此 ADL是自我招呼活动 包括乳册 运动 不行 进食 洗澡 穿衣 仪容和个人设备护理 辅助科技可以改善限制ADL能力的残疾的影响 辅助科技at是一个术语 描述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的辅助 适应性和附件设备 身心障碍者常常难以独立进行日常生活活动 ADL即使他们需要帮助也是如此 ADL是自我招呼活动 包括乳册 运动 不行 进食 洗澡 穿衣 仪容和个人设备护理 辅助科技可以改善限制ADL能力的残疾的影响 辅助科技at是一个术语 描述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的辅助 适应性和附件设备 身心障碍者常常难以独立进行日常生活活动 ADL即使他们需要帮助也是如此 ADL是自我招呼活动 包括乳册 运动 不行 进食 洗澡 穿衣 仪容和个人设备护理 辅助科技可以改善限制ADL能力的残疾的影响